方沙份嗓 红混嗓 肺福分嗓 黄混嗓 富飞凤嗓 粉混嗓 方沙份 肺福分 富飞凤嗓 完了红混嗓 黄混嗓 粉混嗓 一起去找粉红混嗓 花混嗓 说这个 方伐分 肺公屏 哪儿 不是肺公屏 方伐分 肺 方伐分 肺姿 肺福啊 方伐分 肺福 这是我呀 就是说了 单狗像得了解之后 电视台找我做节目 你知道吗 然后我一想 麻烦别人不合适 还是找自己关系近的人来吧 找着他们来的 做的 非常高兴啊 其实今天给这个 清平做这些节目啊 我还挺感动的啊 我觉得他这人吧 那总是这样 怕给别人添麻 包括傅强老师也是一样 总是这样 但是呢 我觉得能够到今天为止 被大家记住的这些 演员也好像 这样演员也好 往往呢 都是因为他们有 非常好的人格魅力啊 我也特别期待呢 通过这些节目 大家能够更多的认识 了解啊 原来方伐分老师 是这样的 原来呢 是不愿意跟别人分钱的 原来呢 是 曾睿老师的媳妇 给介绍了个对象的 原来是准备 马上要当爹的 是吧 对对对 我们忠心的祝贺你 祝福你啊 好 你有那好消息告诉我们 我们也去喝个洗酒 什么的啊 好嘞好嘞好嘞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